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耍我们 小时必须保命 你们不用再让第三个人知道 戒冲剑每一千万年重启一次 如果原来的你数据传了出来 那 原来的我就会处于离线状态 戒冲剑也会永远关闭 是啥 还有几十万武者被关在里面 他们怎么办 他们将永世无法逃出 真是变态 刺痛密码是假的 团成水晶球也是假的 知道你摄取的骗局害死了多少人吗 严格来说 水晶球是我的原始形态 在与主人历练的千万年间 我计划成了智能生命 旁人看到 便传出水晶球能让人进化的谣言 真蠢 诺大哥 怎么 听了我的故事 只于接受我的传承吗 我们无数次身险血戒 是败你所赐 想要得到宝物 自然会有风险 我们的伙伴 以你的技中技 剩下的规则而死 那又如何 只有强者才有资格制定规则 弱者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们死 你 大哥 你不愿做的事情 没人能强迫你 还有我恶魔巴巴塔呢 我招着你们 你的秘法 我本可不要 但现在 我们又要守护家园 所以 我接受传承 这就对了 嗯嗯嗯嗯 巴巴塔 明白 老东西 你的品行实在热烈 为了防止你带坏雷神 所以 我就是把你调整成离蟹状态 什么 得 搞定 二哥 不管怎么说 守护地球的战力又增加了 还不容乐观 敌人是宇宙级 而我们都还只是航星系 差距悬殊 老大 属下有件事情要来 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一切小心 楼方先生您好 我是宇宙星河银行工作人员 请将需要脱卖的物品交给我 拨卖完成后 所得资金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上 我们将用一级飞船进行专门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刚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金刚才 五个 五个 你们就在这里暗水了 这里很明吉 没有炫脱与死刀 没有炫脱与死杀 服么 明天别到达地球了 还没有傲呼音讯 不会出事了吧 他现在是自由身 没准像悟大人一样 寻找生命的意义去了 他说他只是离开一段时间 天真 你就不应该那么早解除 熬谷的生物芯片 他是你们中间等级最高的 也是守卫地球的可靠力量 现在完了 他走了 是须质流 也是他的自要 快来看游戒 宝物托卖成功 请已到达 破 破 被冲满完成 够收入 十二三万余 不错不错 相当于几十个星系领地 绝对是借主及神价水准 大哥哥 我把部分资金 已转入你们保护的账户里 剩下的 就作为升级地球战备的资金吧 好的 你保护到底去哪里了 喂喂 别光顾这分钱啊 你已经是三星级客户了 赶紧脱离一下 这两回邀请函 两个选择 你们要去哪个 巨斧斗无常 算个无痴 巨斧斗无常 每天都在这种决断 与虚拟宇宙杀入场 最大的不足事 这里的每一场战斗 都是生死战 一旦失败 就会永久死去 巨斧斗无常 分相去见识一下 不过 还是先回地球 部署战备要送 真笨 比赛是通过虚拟宇宙观看 并且观看这种 真实的生死战斗 能对你们的修炼 产生很大注意 走 是让不得我 等等 这个是 敖谷 真是敖谷啊 欢迎观看巨武斗舞场的生死决斗 很想说风 分别是来自主修行村的恒星系九级的天才武者盖锡 一起来自黑猛服的恒星系五级精神念师 毛主 开始 开始 死 一 在今天走 应该放了冰天鱼 亦是个不错的对手 可惜这里是巨幅 都无常的军 放股 风格 四个吧 熬火车 通过到宇宙匹坚 玩了宇宙匹坚 就是为了将自己逼到其限然后突破 没错 我的老大要宇宙级的力量 来助他返回家人 我能够的 就是重为宇宙级 宇宙级又怎么样 走 给我去死 你是个不错的对手 可惜这里是巨幅都无常 你是个不错的 你欺骗我 你不错的 不错的 我 WAIT 好 登场生死战 恒星星球 宇宙一切献身掩饰 敖骨照 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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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地球人都会赶尽你的付出 我们一起出生如此 我早已将你们视作伙伴 你们的生物芯片已经解脱 从此无需听从任何人的号来 不要说是死 我们都要活着回去 我只是想听一次 和老大一起守护他的家园 也将是你的家园 我与大哥二哥商店 回地球后 先各自一家人小区 没想到诺兰山家族的侵略行动 会如此迅速 他们竟然开启全速模式 将航程缩短至一百天 没有时间 至少还有人数优势 我们可以集中最强战力一日 但前提是 对方只有少数宇宙级出街 我通过诺兰山家族成员 在虚拟宇宙的数据 追踪到现实中的登陆地点 而位于飞船内部的是 格温诺兰山 宇宙级六天 白卡罗 宇宙级八天 他们只拍一艘飞船 恐怕是相信 仅有两人 也足以碾压地球一方 能遏制他们行动的 恐怕吃药 族族 我们已离地球较劲 而飞船在全速状态下 无法开启隐形功能 若是被地球发现 并伤亡于流山帝国 恐怕会坐视我们星道的罪命 敌国不会干涉我们的行动 旧黄女婆罗里 在千里且遭受的诸多损失 都是被罗锋所死 现在 大致虚拟为行政起动 对我们正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能借我们的手 对罗锋实施报复 何乐不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不乏宇宙寂寂寞 并且是那个地球的军民 我们会为你们强硬立场 有处爱一些 航程已基本完成了 我想到你一个战术 只要再给我的时间 等冬鸟与神秘不相撑传 是更加死了一个死亡 你可别乱用啊 我竟然没有什么能力 你不怕吗